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美国移民、读博士和留学的关系 那众所周知呢,在最近的一两年 现在呢,因为H1B工作签证 筹签不容易,中签率比以前低 那很多人呢,更多开始考虑说 我在美国留学怎样呢 如果说才能够留在美国继续工作 顺利的取得绿卡 此前若干年呢,大家当然这个目标都是说 想说啊,我先读热门专业 找一个高薪的工作 然后过后呢,再考虑绿卡身份的问题 但是呢,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因为职场的一些不稳定 因为毕业以后找工作比较困难 办工作签证也比较难 更多的人呢,开始在这一方面产生怀疑 比如说呢,我们律所看到 有一些人联系我们 他已经在美国待了十年以上 比如先读了本科 后来又读了研究生 又工作了,你转眼超过十年了 但是绿卡申请还没有开始 那么个人呢,在这个事业发展上 就面临一些不确定性 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绿卡申请 包括工作签证 不是完全能由自己做主的 那你需要看移民局 是否比如说选择你的申请选中了来办理H1B 工作签证,或者雇主是否支持你的签证和旅卡申请 在这种形势下呢,现在又有越来越多的一些申请人考虑 说我是不是要读博士PhD学位 那这方面的利弊是怎样的 那我自己呢,有在美国留学的经历 有这个取得博士学位 我自己的孩子呢,现在在美国读本科 那我建议呢,他就不要读这博士了 那具体的呢,这方面个人的经验 教训,以及我们通过服务数千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和专业人士 我们的建文,在这里呢,给大家讨论一下 那么读博士对于办理卡有什么帮助呢 那肯定是有的 那比如说呢,如果你有一定的科研成果 论文发表等等 那么对于办理NIW会有帮助 办理EB1呢,那要看个人的情况 往往呢,你需要有更多的论文发表 有更多的引用才行 这个对有一些专业可能容易一些 对于另一些专业,比如说数学 或者社会科学 那就比较难 所以呢,读博士对于办理卡和签证会有帮助 但是呢,具体来说也因人而异 这个是从移民角度来说 那么从事业发展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自己呢,我的大学同学 也有很多人是博士导师 或者是教授 他们的意见呢,一般也都是 只有你对于读博士 有这个非常强烈的愿望 这个出于这样的 self-multivated的这样的动力 说做研究 我觉得非常感兴趣 热爱这样的工作 像这样才值得做 如果说只是为了坦率的说功利角度呢 一般来说就不值了 因为这个投入产出比 可能不成比例 那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 它每年呢,都吸引很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 尤其是某一些专业 比如说,我自己原来是学化学的 化学,生物,材料等等这些专业 为什么说就业不容易呢,因为他这个招人和就业市场是脱节的 对吧,那招人呢,就是看这个PI 比如有多少的funding 能够供养多少学生 博士后,像这样来确定 而这个市场呢 那是另一回事,市场能够吸纳多少人 对吧,以前就有句说法 因为这个博士呢,很多人读书 这个内容太专啊,比较狭窄 所以好多时候呢,也只能去做教职,或者是这个实验室的研究工作 那在这个industry工作的呢,有时候就要少一些 所以呢,博士毕业不见得容易找工作 那仍然要面临很多竞争 包括呢,坦率地说来自全世界 包括第三世界国家 比如现在中国情况比较好啊 但是还有印度,土耳其,孟加拉国,越南,非洲国家等等 那么来自这些国家的学者和专业人士 来竞争这样的职位 所以呢,从投入产出比上 如果说光从这个monetary reward的角度来说呢 那读博士可能是不值得的 即使加上了说半身份的有力的这个条件 如果仅仅从功利角度来考虑 那这个时间也未必值得 那不管对男生女生来说 如果说呢,这个错过了这个事业发展啊 个人的这些其他的时间成本 这个时间的窗口啊 这方面呢,可能也就不值得 所以像前面讲到 只有说个人对于读博士做研究 有非常强烈的内生的啊 这个自己的兴趣 这样的可能才值得 那如果说我不读博士 那我是不是就不能办EB1 NIW的绿卡了呢 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此前也有视频,有文章 我们有讲过,举的这些例子 没有博士学位的 以及转行转专业的人 也可以同样申请EB1和NIW 我自己呢,就是在只有本科学位 博士还在读的时候 提交的NIW取得批准 我们新卫名律所也有很多客户 是在博士毕业以前 提交的EB1或者NIW申请 获得批准的 然后也包括有很多人 他是有硕士学位 或者本科学位 那但是呢 他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或者说有其他方面的专长 比如说专利发明 媒体报道 担任重要职位 或者是其他类型的人才 也有可能取得NIW或者EB1的批准 所以呢 总体来说 留学美国说是否要读博士 这个呢,当然因人而异 当然我们这里讲到的是PhD Professional School 比如说MD JD MBA 那是另外一回事 关于PhD 攻球 以及这方面的career path 我们讨论了一下 当然这是一般情况 是如果说我现在还没有开始 如果说我是本科生 或者说我刚刚到美国来留学 那我要考虑 这个是否读博士这样的情况 那如果说我已经读了一大半了 或者说我在中国 这已经毕业了 到美国来做访学 做博士后 那当然就不一样 对吧 那你已经完成了 说沉默成本也罢 或者说是已经取得的成果也罢 那你当然还是要尽量让过去的时间 这个成果为你所用 用于这个绿卡移民申请 我们的客户呢 也有不少是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 博士后 或者呢 他在美国已经取得了博士学位 在做博士后工作 如果说还没有开始呢 那要看你的兴趣 这个不一定要读博士 如果说呢 硕士或者本科呢 符合条件 也有可能 办理EB1或者NIW 或者呢 像我们其他的文章和视频里讲到的 也有可能办理雇主支持的Perm 绿卡职业移民 或者呢 EB5投资移民 或者EB1C跨国公司经理 或者亲属移民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赴美留学 读博士和申请绿卡的关系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